欢迎到Brave,向东南亚最优秀的科技领袖学习,打造未来,学习过去,并在两者之间保持人性,成功绝非许言。 我是Jeremy A.U,风险投资家,连续创始人,哈佛MBA,科幻小说池,两个女儿的父亲。 每周,我们讨论创业新门,采访变革者,回答听众问题,并分享给人见。 加入我们有40千多名成员组成的运动,在www.bravec.com上获取文字记录, 资源和社区,保持健康,保持勇敢。 Jeremy A.U和Ivo商务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Royang讨论了Roy的职业转型, 直接面向消费者DRC,市场的挑战以及Ivo商务成功背后的秘诀。 在此,我们将重点介绍他们讨论中的关键主题和见解。 罗伊的职业生涯始于银行业,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他的使命。 一年后,他大胆进入科技媒体行业,通过与创始人穆罕·贝拉尼·穆罕·贝尔尼的一次冷遇, 在E-27找到了一份工作。 Roy在E-27的工作蒸蒸日上,组织了亚洲各地的科技会议, 点燃了他对科技和初创企业的热情。 这段经历让他在2016年加入了Grab,帮助其建立了金融服务部门。 罗伊的团队从5人扩展到2000人,为数百万用户创建了支付和奖励计划。 罗伊的创业精神促使他在2020年共同创办了Evo商务公司EvoCommerce, 当时COVID-19刚刚开始。 最初,他和他的联合创始人为在大流行病中失业的名人和有影响力的人开发了直播软件。 尽管公司在一年内迅速发展,GMV达到了1000万美元, 但事实证明,直播市场是有限和非经常性的。 这一任时,促使公司转向DRC产品。 EvoCommerce利用罗伊的个人经验和市场需求, 推出了名为BAC的宿醉补充剂。 之后,他们利用自己在数字营销方面的专长, 过渡到吹风机和卷发器等个人互利产品领域, 实现了快速增长。 罗伊强调,首先要从需求方面入手, 并向Person家的Jonathan Tan等经验丰富的创始人学习。 从直播流媒体到DRC的转型并非没有挑战。 罗伊面临着投资者和团队的质疑, 但他坚定的信念和适应能力是完成这一转变的关键。 他强调了作为创始人的孤独感和精神压力, 强调了知识系统的重要性, 包括家庭和创业同伴网络。 罗伊认为,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至关重要。 他为家人安排了时间, 并从社区中寻求正能量。 他还强调,必须明确目标, 并让合适的人致力于开拓未知领域。 罗伊将i-word商务的成功主要归功于 对消费者需求的理解和满足。 他分享说, 第一款产品Buck解决了个人问题, 具有明确的市场需求。 这种创造贴近他们内心, 解决实际问题的产品的方法, 一直是他们战略的基石。 罗伊和他的团队通过与成功的创始人交流, 了解他们的战略,学会了识别市场机会。 这一学习过程帮助他们确认 零售是一个可行的渠道, 从而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开设了四家店铺。 他们花了大量时间了解零售动态, 并向其他创始人学习, 以确保获得更大的成功机会。 罗伊指出, 在当前的科技寒冬中, 每个人都在关注盈利能力。 他认为, DRC企业赚钱并实现十倍增长的机会相当大。 通过缩减营销和寻找一些有利可图的漏斗, DRC公司仍然可以获得可观的回报。 罗伊认为, DRC是一个值得下注的可行的垂直行业, 尤其是在当前的环境下。 罗伊从银行业到科技行业, 最终共同创办Ivo商务公司的历程, 证明了他的适应能力和创业精神。 他对DRC市场的洞察, 了解消费者需求的重要性, 以及企业转型所面临的挑战, 为有报复的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通过关注消费者问题, 利用数字营销专业知识, 以及向经验丰富的创始人学习, IvoCommerce在DRC领域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Brave.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share the podcast with you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e would also appreciate you leaving a rating or review. Head over to www.bravesea.com for member content,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Stay well and stay brave.